这个长相神色哈利波特的男孩 自称是天传者 拥有执行天前的能力 被他说中的人 都会遭受最严厉的惩罚 轻则倒霉 重则丧命 一个叫阿天的银行职员 从自家屋顶坠落身亡 因为护兰年久失修 警方初步判定为意外 但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死者是被天前的对象 而想让他被天前的人 是自己的表妹 表妹父母早逝 由舅舅抚养长大 表哥也对他非常好 前几天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吵架 表妹心里有气 想捉弄表哥一番 从朋友那听说天前的事之后 就想着试一试 没想到真的应验了 表妹现在非常后悔 可天前这种事 怎么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 表妹觉得有诈 去求田哥帮忙 揭穿天传者的真面目 怎么做 表妹已经想好计策 她决定牺牲自己 让田哥去找天传者 阻读他遭受天前 然后借此机会拆穿 对方的把戏 田哥一个人很难做到 于是向小奈求助 小奈也想帮忙 但她实在走不开 她手上有个重要工作 潜入某个讨论会 获取资料 揭发骗局 并对外报道 成功的话 可以获得一笔 不菲的奖金 田哥被拒绝 只能独自前往 看到天传者是个小孩 田哥有些惊讶 这么小就出来行骗 知道田哥不信 小孩准备露一首 让田哥在房间认选一个物品 他闭着眼睛也能猜到 反正田哥是来调查的 事实也无妨 他慢悠悠的走向祭坛 故意制造造音迷惑小孩 最后选了一只鹰 小孩全程没有偷看 一旁的妈妈和奶奶 也没有出声 但他竟然猜对了 田哥看不出猫腻 只能先按计划走 让小孩天前表面 只见三人一番神操作 天前一事完成 用不了多久 表妹就会受到惩罚 和他接近的人也会遭遇不幸 看他们说的像不像样 田哥害怕真的出事 想取消天前 可诅咒以下 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天前的目标是表妹 首先得把她保护好 田哥一个大男人不方便 于是叫来小奈帮忙 陪表妹睡一晚 小奈原本是不想去的 但看在照相机的份上 还是答应了 毕竟去讨论会 偷拍素材需要用到 别说 这讨论会还挺严格 进去之前得检查背包 不能带伪禁物品 小奈是谁 用点魔术技巧就能骗过他们 这个组织叫笑脸应认会 意味再苦再难 也要微笑面对 来这里的人都只有一个目的 赚钱 赚大钱 会长为此准备了一个洗脑口号 这不妥妥的传销 这次的活动为期七天 会长给众人准备了住宿的地方 条件有限 只能是大通铺 小奈趁众人熟睡 却拿藏在花盆里的相机 可怎么也找不到 原来被会长拿走了 小奈集中生智 又梦游骗过会长 那边 田哥调查到 有个叫大仓的人 是天谴代理者 通俗来说就是中介 谁有这方面的需求 他就把人介绍给天传者 也许之前发生的天谴事件 就是他和小孩串通好的 不过是真是假 还需进一步查证 田哥联系经济官 请他帮忙调查大仓的资料 之后伪装成顾客接近大仓 从他那里顺走笔记本 上面记录了所有交易名系 以及被天谴对象的名字 田哥跑去质问天传者 谁知他们根本不承认 甚至到达一趴 说大仓在利用他们的名气赚钱 如此不知廉耻之人 只好让他接受天谴 只见小孩念了一串咒语 对大仓下了死亡诅咒 之后像没事人一样跑去误修 田哥亲眼看到他进了房间 可帘子拉开时却不见人 孩子母亲的解释出乎意料 说他去了另一个世界玩耍 田哥听后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时人在小孩奶奶的房间 田哥想不通 小孩是怎么消失的 跑去请教小奈 按照小奈的说法 小孩并没有真的消失 只是一种障眼法而已 利用的还是镜子原理 在房间搭一个三角形的镜子 把床放在里面 制造一种消失的假象 小奈解答了田哥的疑惑 按约定拿走相机 为了钱 小奈也是拼了 深入传销组织搜集证据 每个房间都不放过 这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太多 小奈一个没忍住玩了两下 结果把自己靠住了 会长恰好在此时出现 看出小奈意图不轨 把他暂时囚禁在这里 等讨论会结束再放他离开 小奈可不会罪以待毙 他找了东西垫在脚下 三两下就解开手里的绳子 准备去揭穿会长的真面目 结果刚出门就被什么东西绊倒 回头一看 是会长 他腹部中刀 应该是被人杀害 不等小奈思考 就有人来找会长 小奈来不及躲藏 只好装沙漠鸵鸟 祈祷众人看不见他 本来进行的挺顺利 谁知他突然手滑按了相机 闪光灯吸引众人注意 这下想逃也逃不了 警方接到报案前来调查 把嫌疑最大的小奈带回警局 小奈也是雇冤的 钱没赚到 还牵扯到一桩命案 田哥那边也没好到哪去 倒霉的事一件接一件 说明小孩的天谦正在应验 因为小孩母亲之前说过 和接触天谦之人走得太近 也会变得不幸 就让表妹觉得 一切都是他害的 田哥不相信什么天谦 也许只是单纯的倒霉罢了 好不容易熬过白天 本想好好睡一觉 结果听到门外有动静 出去看了一眼 一个人也没有 可家里的摆台上却放着一封信 是写给表妹的 提醒他明天就会遭到天前 谁也无法阻止 看纸张的大小及样式 和大苍的笔记本完全符合 难道信也是大苍写的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 因为大苍已经遇害 推测死亡时间在两小时前 田哥坚持认为是他杀 而且最有可能是小孩一家人干的 可黄毛查过几人的行踪 案发时 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 田哥实在想不明白 于是去找小奈打一截获 小奈虽知道天谦是个圈套 但没有亲眼见过 也说不出个一二三 几人正讨论时 田哥接到表妹电话 说家里有陌生人出现 田哥急忙赶了回去 结果就看到表妹躺在地上 还好人没事 只是打碎了一个花瓶 田哥安置好表妹后 出去买了一些东西 顺便打印相机里的照片 没想到有意外发现 于是去找小奈确证 照片是在发现会长尸体后照的 里面有小孩奶奶的身影 可她并不是讨论会的成员 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田哥查了大仓的笔记文 被实行天谴的人里 有会长的名字 这么说来 奶奶出现在讨论会不是偶然 而是有预谋的 如果小奈猜的没错 奶奶是去找会长加入组织 然后振其不备将其杀害 之后躲在房里 趁众人进来时悄悄离开 没想到被小奈排到 真是摆命一数 可仅凭这些证据 不能将其定罪 不过倒是可以排除小奈的嫌疑 至于怎么抓小孩一家 还需要好好想一想 田哥回家去看表妹 发现她脸色不是很好 医生检查了一下 是中毒 但田哥和她吃的是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一点事也没有 田哥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 于是决定主动出击 她趁小孩的家人不在 故意找上她对自己事情天前 小孩拿到田哥给的衣服后 对她下了诅咒 用不了多久 她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 刚说完奶奶就回来了 指责小孩单独做法 奶奶之所以这么害怕 不是因为小孩乱用神力 而是怕她露出破绽 但现在阻止为时已晚 田哥已经知道小孩的神力是假的 因为他给小孩的衣服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奶奶的 之前田哥昏倒 睡在奶奶房间 顺手拿走了她的衣服 但是小孩并没有发现 证明她根本没有神力 骗局被揭穿 奶奶无话反驳 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可田哥还在等她一个交代 但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出来 经小孩妈妈同意后 田哥进房间查看情况 结果不见奶奶踪影 难道是小孩的天前应验了 田哥不相信 叫来小奶帮忙 小奶一看房间格局 就知道人藏在哪里 眼前这个箱子侧面开口 看起来里面是空的 但其实内藏玄机 只要斜放一面镜子 就能完全隐藏自己 从上面打开后 奶奶果然藏在里面 小孩看到后度惊呆了 奶奶没办法 只能实话实说 是她让小孩的天前得以实现 把她做成一个有神力的人 起初只是想让她变得自信 谁知后来玩得越大 无法收场 事已至此 奶奶也没什么可说到 唯有一死赎罪 但有两起天前命案 表哥和大仓的意外离世 奶奶又不在场证明 说明人不是她杀的 可凶手不是她 还会是谁呢 小奶早就看透一切 能撕掉大仓笔记本上的纸 放在田哥家 能用花瓶砸伤表妹的头 能让她喝下毒药的人 只有她自己 所以凶手就是表妹 她之所以杀害表哥 是因为遗产继承一事 表哥有个冰死的土豪爸爸 也就是表妹的舅舅 舅舅去世后 财产全部由表哥继承 可如果表哥比舅舅早死 财产就会落到 唯一的血亲表妹手里 所以才狠心将她杀害 然后把一切推给天前 话是这么说 可有一点解释不同 表妹也是天前的受害者 还差点因此丧命 其实这个田哥可以解释 她当初因为心疼表妹 不愿看她遭受天前 所以临时换成了小奈 没想到歪打正招 既揭穿了天前骗局 又证明表妹的不幸 都是她在自导自演 而可怜的大仓 不过是她计划中的一环 只为让田哥和大家 相信天前的存在 诡计被揭穿 表妹也不装了 承认人是大杀的 事到如今 小孩的母亲 还在自欺欺人 相信小孩 有执行天前的能力 她发疯也就算了 还不忘给小孩洗脑 小孩无法接受 自己没有神力一说 在房间开始闹腾 诅咒他们都去死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 家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小孩不懂事也就算了 大仁竟然也跟着一起胡闹 把一家三口 推向万丈深渊 给孩子的童年 也留下阴影 人生不是过家家 错了就是错了 没有后悔的机会 圈套第九案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